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一彩渐变蕾丝背套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珍珠蕾丝 及长短染一蕾丝合骨勾枝 蒸发简单 成品快速 对新手十分友好 长短染的特性 让每一个背套都有独一无二的色彩 材料包配有长短两支链条自由搭配 有三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总体采用环形起针法 逆时针缓转向外向上勾直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两股线并成一股 接着将线在左手十字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去勾针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直接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绕线拉出 这样是锁针 勾三个锁针 我们在第三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放一个记号扣 这三个锁针也代替了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再勾两个锁针 作为间隔 接下来要勾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次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长针 按照同样的方法 再勾两个长针 将一共三个长针完成后 勾两个锁针 作为间隔 再勾三个长针 再勾两个锁针 再勾三个长针 第一圈其实就是由四个三长针的组合组成 每一组之间间隔了两个锁针 这里最后一组勾两个长针 因为一开始我们已经勾了三个锁针 代替了一根长针 所以这里就完成了第一圈的主要的勾子 我们先放开勾针 要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先将线圈稍微调整一下 拉出来一些 接着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尽量拉紧 之后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锅针重新挂好线 我们找到一开始记号扣标记的这个锁针 我们要将最后两个长针和这个锁针作为连接 合并成一组三长针的组合 锅针条记号这一针剩余的两根辫子 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要拉紧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圈 这样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是四个三长针的组合 各间隔两个锁针 接着我们勾三个锁针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同样在最后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标记记号 接着我们在上一圈 这个两锁针的空间中 先勾两个长针 接着两个锁针作为间隔 在同一个空间中再勾两个长针 这是一个边角组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路针位置 上一圈的每一个长针上方都有这样V字形的两根辫子 这叫做一个针目 我们要从这个针目下方入针 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长针针目下方入针 勾一个长针 这样子三个长针完成后 又到了边角的两锁针空间 勾一个两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两个长针的边角组合 注意之后的每一个边角 都是同样的组合 边角组合完成后 同样是不加不减的三个长针 勾在上一圈的针目上 之后再勾边角组合 这样重复到第二圈的最后一个边角组合完成 在上一圈的最后两个长针上勾长针 同样在第一针的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挑剩余的两根辫子硬八 勾针绕线 直接拉出 拉紧 同样的 勾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放记号扣 接着在 接下来的两个长针针目上 勾长针 在边角的这个两锁针空间勾边角组合 也就是两个长针 两个锁针和两个长针的组合 这是第三圈 接下来上一圈 这里一共有七针 不加不减的完成 之后边角就勾边角组合 遇到长针就勾长针 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这一圈 完成之后 引拔 结束第三圈 同样三个锁针开始第四圈 放记号扣 在接下来的每个长针上 不加不减勾一个长针 边角勾边角组合 按照这样的方法 自行完成第四圈 这里我们完成了第四圈 这个就是包底的部分 因为每个人手镜的不同 可能包底的大小会有些微的差距 正常如果是300到500毫升的保温杯 这个包底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这个大约是300毫升的保温杯的大小 放进去还很绰绰有余 因为勾姿的作品会有一定的弹性 那如果是特别大的保温杯或者手镜比较紧的同学 包底可以按照同样的规律再多勾一圈试试看 如果是更小的保温杯也可以只勾三圈作为包底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包生的部分 包生部分我们会有并针 也就相当于减针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先在四个边的正中间的这个长针上做记号扣 以免在并针减针的时候有所错漏 都是数到中间一针 扣好之后 勾针重新挂好线 我们在上一行的第一个长针上引拔一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在下一个长针上勾一个长针 这两针视为一个长针的并针 在这个长针的针目上放记号扣 接着勾四个长针 如果有加减过圈数的同学 这里就勾相应数量的长针就可以 四个长针之后就到了边角的两所针位置 直接勾一个边角组合 接着勾四个长针 注意不要漏掉第一个长针 它很容易被边角组合遮挡住 四个长针完成后 我们离记号扣的位置还有三针 我们要先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也就是第一次绕线拉出之后不完成它 再勾一个未完成针 这样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长针的并针 接着我们跳过包括记号扣在内的三个针目 在第四个和第五个上勾长针的并针 也就是先勾两个未完成针 最后绕线直接拉出 这样我们就跳过了三针 接着再勾四个长针 接着按照同样的规律 在边角的位置勾边角组合 然后勾四个长针 勾并针 跳过三针 再勾一个并针 再勾四个长针 接着又是边角组合 重复完成这一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圈完成到最后一个并针已经结束了 我们在记号扣的这个针目 引拔结束 这样包生的第一圈就完成了 整个的形状就会向上收起来 接着我们要 引拔到下一针上 同样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在下一针上勾一个长针 之后的每一圈开始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完成一个并针 放记号扣 接着就和上一圈一圈一样 勾四个长针 勾一个边角组合 再勾四个长针 四个长针之后 我们看到还剩三针 在接下来的两针上勾一个长针的并针 跳过接下来的这一针和另一侧的第一针 在另一侧的接下来的两针上勾长针的并针 也就是每一边都剪掉了两针 又跳过了两针 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 往下继续完成 注意每一个边都要合并两针 再跳过两针 在继续往下完成之前 我们可以先将Body的线头收一下 将起针的线头在附近的 纸片的纹理中收几针 大家也可以多收几针 之后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这是包生的第二圈 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个针目上 引拔结束 这个时候可以再用自己的保温杯 试一下大小 如果觉得不合适 及时调整 再演示一次起针 先引拔跳到下一针的针目上 接着勾两个锁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 放记号扣 之后按照上一圈的方法继续完成 之后所有的圈数都是一样的 大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勾到足够的高度 也可以一边勾一边用自己的保温杯试一下 觉得合适了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是反短针 勾针挂好线之后 先勾一个锁针 作为起力针 前面我们都是从右往左勾之 反短针要从左往右勾之 勾针穿过 右边的第一个长针的针目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反短针 按照同样的方法 往下完成 反短针 反短针尽量完成的慢一点 拉线松紧保持一致 会比较美观 注意在边角的两所针这里 我们只勾一个反短针 接着就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上去勾下一针 所以除了边角的位置是只勾一针以外 其他都是在每一个针目上 都是勾一个反短针 大家自行完成 最后一针完成后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针和第一针之间会有一个空隙 我们先留一段线头 断线 将线头向后放置 钩针穿过第一针 将线头从后往前拉出 再将它向后绕一下 让这个接口的位置不那么明显 将线头在背后收几针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量收在颜色纹里接近的位置 收好之后 修剪多余的线头 这样勾织的部分就完成了 材料包配有一长一短两根链条 都已经配好了龙虾扣 然后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 将链条直接扣在这四个边角的任意对侧的两边上 这一支是长链条 两支链条可以分开使用 也可以在一起使用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异彩渐变蕾丝背套的国边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